送上感谢状 在众人的见证下 院方代表和超市业者 一起在台前合影留念 院方表示 业者连续三年捐赠的医疗救护基金 超过二十多位经济弱势的病患家属 因为这笔善款 顺利度过人生的危机关卡 让他们感谢万分 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帮忙 基本上他们都是比较弱势 生活上也比较困难 遇到的这些集中症 或者是说有一些看护的费用 看护的费用是蛮庞大昂贵的 所以这方面对他们的协助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业者表示 许多弱势家庭除了生活资源匮乏外 医疗问题也是一大困难 希望帮助贫困病患 也能接受完整的医疗照护 因此院方特别成立医疗基金 除了针对治疗手术费 对于康护费用也有另外补助 疏解弱势家庭 肩膀上的压力 为了要帮助住在这些医院里面的弱势病患 不管是他在医疗费上面的需求 还是说他在住院期间的耗财 甚至于现在因为高龄化 很多年纪比较高的住院时间 其实他都有看护费的需求 希望如果有弱势的病患家属 有需要的话可以透过医院社公司的转介 然后能申请这份看护基金 业者也表示这是一份小爱 却能让弱势家庭走出医疗困境 他们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社会能关注到这个问题 有更多热心民众加入善心行列 让爱传到社会的小角落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